2016年国内的一档相亲节目上来了一位身价上亿的富豪 为了找到不物质的女孩 一上台就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介绍自己时说道 大家好 我现在的工作是在摆地摊 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就可以收入千八百的 就是在生意不好的时候也是可以收入四五百元 在我看来也算是事业有成 来到这里就是想要找到不败金能吃苦的女生 然后我们一起打拼美好的未来 自我介绍一说完 场上灭灯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一位女嘉宾开口说道 男嘉宾 你现在在摆地摊 又说想要找个不败金能吃苦的 这不就是找了个免费的保姆 你这样的说法要是能找到女朋友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男嘉宾听完不服气了 我就是想要找到不败金的女朋友 想必这也没有什么错吧 另一位女嘉宾开口说道 男嘉宾先不要说你找什么样的女生 就说你这个摆地摊的工作有点不行啊 我们女生也是要面子的 假如之后我们在一起 别人问你的男朋友是干什么的 我总不能说是摆地摊的吧 那说出去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男嘉宾听完这话也是怒气横生 女嘉宾 你这算是职业骑士了 摆地摊的工作怎么了 我一没偷二没抢的又不犯法 靠着自己的双手挣钱也是干干净净 我从来没有觉得摆地摊是丢人的工作 你既然嫌弃我的工作 那你的工作又是什么 让你这么有优越感 说到自己的工作 女嘉宾也是非常有自信 我的工作自然要比你的好 我是在头等舱做空姐服务 每天接触的都是非常有钱的 跟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如果我的服务态度好 有些大气的人给小费 一给就是几千块 你这一天几百块钱的够花吗 我的一瓶化妆品就几千块 买个包包就几万块 就你这点工资 要是之后在一起了 你拿什么养我呢 听到这里男嘉宾也是一脸的不屑 你的工作听起来是比我体面 但是拿着别人给的小费生活 怎么总感觉有点低声下气呢 再说我也有点好奇了 你这一个月的工资也不高 是哪里来的钱 买几千块钱的面霜 和几万块的包包 女嘉宾你的家里是有框吗 你这样的女生谁养得起呀 反正我是养不起 也不想养 男嘉宾的这一番话 也是彻底惹恼了女嘉宾 直接将自己的灯灭掉了 这时另一位女嘉宾愤愤不平 我想刚才女嘉宾的话 并没有恶意 女生在家都是娇生惯养的 之后找男朋友 当然是要看条件的 不要求大富大贵 但最起码也不能吃苦吧 再说男嘉宾 我们这么好看 跟你一起出去摆地摊 你能放心吗 这时主持人也忍不住调侃 女嘉宾 你长得是挺安全的 男嘉宾也解释 我觉得女嘉宾现实并没有错 怎么生活都是自己的选择 想过好生活都是正常的 只不过每个人用的手段也是不一样 可有的时候 有钱不一定代表着幸福 没有钱是可以挣的 但是谈感情也并不是谈的全部都是钱 有的人想要嫁入豪门 可最后都是落得一场空 为了金钱而谈的感情 我也不稀罕 我也相信我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 给自己创造不错的生活条件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开一个连锁的店 成功的第一步就是从摆地摊开始 如果之后你不愿意和我摆地摊 那也要有自己的事业 不要在家做家庭主妇和社会脱节 不管之后我站得有多高 多有钱 都可以和我站在一起 再说了 将来等父母老了 也是需要另一半相互扶持 帮忙照顾 而并不是靠我一个人支撑 一位女嘉宾反驳说 男嘉宾按照你这样的说法 不就是想找一个上德厅堂 下德厨房 还可以挣钱养家的保姆吗 那我都这么优秀了 为什么还要找男朋友呢 这时主持人说话了 话也不能这样说 生活不就是柴米油盐 有时候生活不如意 也该是一起面对 另一位女嘉宾表示 我非常赞同男嘉宾的想法 但是我想问男嘉宾 你打算什么时候买房子 什么时候结婚 毕竟我们女生的青春 也就这几年时间 男嘉宾回答 现在还在创业阶段 没有多余的钱买车买房 结婚的话也要再等几年 男嘉宾说完 这位女嘉宾也就直接灭灯 这时厂上也就只剩下一位亮灯的女嘉宾 对男嘉宾表明自己的心意 男嘉宾 我非常的欣赏你 我觉得你身上是不缺少拼搏的劲 人穷至不短 现在没有的东西 相信你之后也不会缺少 我愿意陪着你一起打拼 也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你愿意和我牵手吗 这些话说完 男嘉宾也是非常激动 其实我并不是摆地摊的 刚才说的只是我之前的经历 现在我已经创业成功了 当初就是因为我是摆地摊的 所以前女友才离开我 今天重拾旧身份 就是想要找到不图钱的女孩 看来我今天是成功了 现在我也不需要你和我一起奋斗 我的连锁超市已经开变了很多城市 你只需要当老板娘就好 说完两人牵手成功走下台 留下在场的女嘉宾们 懊悔不已 果然看人还是不能只看表面 默契少年穷 不然你又怎么会知道 现在的穷小子 不会是之后的大老板呢